雪州行政议员欧阳汉华和马华地方领袖 廖润强的路牌口水战今天继续延烧 欧阳汉华今天再次强调 沙登新村的83条路 每条路装上2到4个双羽路牌 全数是200个路牌 而这项耗资9万令吉的工程 是市议会公开招标 委任承包商进行 他声称廖润强明知道确实的路牌数量 却为了廉价政治宣传 宣称州政府只装上83个路牌 完全是扭曲事实 廖润强撒谎的目的主要有两个 第一就是要延视马华在过去执政50多年 无法在新村落实中文路牌的困境跟无能 第二就是要借媒体的力量影响力 来颠倒事实 转移人民不满马华事责的这个事件 欧阳汉华说 廖润强和部分马华国阵领袖公然造假和说谎 让人瞠目结舌 也失去基本道德准绳 这一切都是为了赢得选举 本人要强力谴责廖润强 以及马华领袖这种颠倒是非 以诬赖和无赖的方式 则这个第一级的宣传伎俩 因此本人要求廖润强立即向沙登 人民道歉 以为其撒谎的这个行为负责 这位行政议员强调 如果廖润强没有在七天内道歉 他们将采取下一步行动 但不愿证实是否会提告廖润强 八度空间邓穗金 斯里肯巴安报道 不愿证实是否会认证实是否会认证实